杭州拱树区丰庆路555号有个货运司机服务之家 王师傅说当时这家公司的张经理跟他谈了谈 工作主要是配送果蔬酒水这类货物 王师傅说后来公司派人带他去仓库逛了一圈 从仓库回来他就交了5000块钱 王师傅提供了当时的转账记录 收款方是凯马新能源车林佳蒙 他所说的就是业务费嘛 就是这个业务费也就是说就是给他的 就给他个人的也不知道是什么的 反正他也没有具体说就是说是业务费 我当时一想嘛他只要有这个信息是真实的 281到350我想有钱证是不是 反正他按趟算钱嘛 我一想我这个车我每天辛苦就辛苦一下 无所谓的 王师傅手上有一张说句 内容是今收到王师傅加盟业务费5000元 如是王师傅本人不做业务费不退 收款人是张经理时间是3月9号 王师傅说交完钱自己又去仓库实际跟了一趟车 发现跟张经理的说法不太一样 不是人家说了是按键 一键是三毛钱一键不按趟的 那你按键数算的话你一趟能拿多少钱 多少钱 我那个车子装别说1000键了 这800键都装不下 然后装下来这也不像他所说的 是装满车然后跑20加左右 他们要是装满着跑的话送40来叫 王师傅说他的金杯面包车比较小 按照键数算的话一趟跑下来根本赚不到钱 自己当时有没有送过 我没有干 我只是了解跟车了解 然后我跟着他的车跑来 他5点半他开始慢慢装车 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 一直跑到下午的5点 才把他那一车货送完 你情况了解可以 我不接受情况 在公司一楼的展牌上 记得看到一条运力招募的消息 工作收入一栏写着 工作时间早上7点到晚上7点 按建计费 单趟送20加左右 运费280元到350元 王师傅说 当时张经理就是按照这上面的条件 给自己介绍的 张经理回应 王师傅来公司的时候 只提供了车子的照片和视频 车子具体能拉多少货 他不清楚 当时向王师傅介绍的时候 说的就是按键计费 现场 记得跟张经理沟通后 对方还是不愿意接受采访 也拒绝了 王师傅退回5000元的诉求 1818黄金眼 记得报道 拍照 参照